接著看男子組的決賽 廖見良馬來西亞球手 這屆賽事表現狀態很好 遇上一個經驗老到的韓國球手楊泰範 這一個就是廖見良 一路打到下來 準決賽的表現差一點 都有238分 楊泰範有235分 準決賽淘汰了菲律賓馬來西亞的阿茲迪 現在是一個左手, 有時是一個右手 如果這樣說法 其實廖見良比較有好處 因為剛才…也不是 剛才賴慶娥是左手 差不多機會均等 兩邊的球都用過 因為已經沒再下油了 是, 但如果順扯的人 就說左手的又贏 綠色三打決賽的又贏 那可能會的, 是不是? 還要是先開球的又贏 其實他們很迷信, 你別說 不過剛才就是先開球的又輸 現在看看廖見良 會不會是可以打破這件事 但起碼他在這屆賽事 看到每一級都打了250多分 上一級就叫回落的238分 其實整個賽事因為我在 他們開始的時候那幾個決賽 就真的穿紅衣服贏了 後來他們在這裡賣 但誰穿紅, 誰穿藍 這樣真是好笑的 我有時候真是想不到 剛才已經是綠色三打決賽了 看看現在楊泰放大 其實經驗很好 因為韓國的球員 因為他們的水準實在非常高 就算他們進不了國家隊 也是很高 而且他們是有職業球手的 是 他們那些在國家隊打到上下 他們就會打職業 那他內不內在這庭的賽事 在這些公開賽 你就會突然見到一個韓國球手 非常高的水準 跟他的國家代表隊一樣高的水準 但他又不是國家代表隊 因為他們覺得國家代表隊 是不准收錢的 他們贏了的獎金 是要給總會的 有時候已經覺得自己的水平不行了 亦都希望拿自己的喜好運動 用來作為職業就沒辦法了 唯有退隊 那他一旦不打國家隊 出來打職業 他就可以收錢了 這個球真是好運 有些力量取勝的感覺 不過他真是很實正 他真是給我感覺 他打球出來是很實正的 其實現在楊泰放已經三歲六歲 照你所說 根本在他們未出身國家隊之前 已經是經過很大的一個考驗 競爭很大才能入到國家隊 所以他們其實韓國的球手 如果你看得多的巡迷賽 在第一兩年 就有很多韓國球手出來打 但他們真的每個的打法都一樣 好 好 廖建良也不甘是若 大家…這局如果我沒猜錯 應該是好看的 是 因為兩個球手都很實正 就像你所說 其實如果韓國球手是一個打球機器 記得在富山亞運真是王磊明那些 賭武、球球球球都要一模一樣樣 一陣風就掃完一場球 但是我們很多人都說 其實左手的球手 他是有些…怎樣說 他很奇怪 他們打保齡球是很自然的 他再學習新的技術 他們真的很兇 這個球比較深了 看他差不多過了一三位 剛才那場女子組決賽 就是大家鬥亂的 有些…很不穩定 現在會不會是一個高手過招 就是大家打一個最高水準來分勝負 但是我覺得 以他兩個男子球員的水準來講 這一局應該是比女子剛才打的分數 應該高很多 是 因為他兩個都有這麼長的經驗 尤其是廖建良隊 在今年來講 已經拿過卡塔爾站 現在來到印尼 又拿了優秀賽的冠軍 就是…那條氣很…很順 他來講 整個兩…整個星期的賽事 他打得都很順 你看他的球 是…比較上…你看他的轉數 高得多厲害 一落地就滾了 好… 連續三個全中了 真是…所以那個…那個平 大家撞擊真是很厲害很兇 因為那個球一落地已經滾動 那就是現在兩邊球道呢 他都…沒問題的 因為他…不是把球 就是打出去右邊再等他回來 就是球道就算有變化 都沒有那麼影響大 很多時候就是把球推了出去右邊 才回來那些球道有變化 這樣就有很大的分別 一個球走的途程遠 就是變化就受影響大 後面的韓國人那些,厲害 叫球去,不讓他走開 謝謝 氣勢真是很重要 如果你叫我這樣看 廖建良要贏他也很艱難 他真是這麼準確 每一個球…真的每一個球 都入同樣的位置 幸好他也是經驗豐富的 如果現在放一個新人下來對著 那情況真是… 就已經輸了 對 不受影響 就是九支保重之後 要從頭來打你的全中 都是很高的水準 到現在兩個人加起來也是 對… 你看整群馬來西亞人在後面捧場 看到沙菲雅,自己打完後面 但看見每個人都冷得都縮起來 是 是 你知道嗎? 廖建良有一句 很好的身旁經常說的話 就是永遠都不會放棄 是 是 我們正在笑他 他一直…前兩年都不是成績好到這樣 自從有一場賽事 他就說了這句話之後 就一直贏了 一直都很好 是 所以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在笑他這句口頭禪 是 那我們現在看看 楊泰帆還可不可以繼續黏下去 是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廖建良已經找到位置 那又是很大的威脅 有沒有第五隻 繼續 厲害 一、兩個球手加起來 只是出現過一個保重 對,你就想想 十格 一個保重 很厲害 全都尊重兩個球手 好,剛才這樣也很好看 剛才這樣 起碼有點緊張 剛才緊張 那個球就沒有東西看 是 現在又緊張又有球 你看些韓國的小孩子 在現在這個決賽 就是一支都不能少 隨時一支瓶就已經是勝負分野 還有,如果誰斷一格 就是一個致命傷 如果是這麼高水準的比賽裡面 有 深了 看看剛才 剛才看到廖建良斷就是這樣 一樣的情況 他就補充了 對,其實大家一樣 同樣的 對 只是分別右手長手打這邊 同樣的球深了 好 好 現在右手打這三支 左手打另外三支 其實一樣是出來了 其實剛才 可能他比較上在調教中 因為他在這條球上 差不多每一個傳眾都比較上 是薄了 全靠那球打開 所以他可能是這樣的情形 他調教一點點就更深了 幸好馬上保重 最起碼 至少保住 對 不要斷 平數一樣 大家都是七支 然後保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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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他真是, 如果這個再貼多隻 這場伙子真是非常好看 大家抬著這樣上 還有, 像你所說 這個見良就是在之前的公開賽已經贏了 其實你打保齡球 由公開賽打到現在進回賽打 打超過一個星期 一個運動員要整個星期保持高水平 真的很難 是很艱難的 尤其是你贏了賽事 你興奮的心情有時候很難禁止 就會影響你的水準, 跟著賽事 還有我們很多時候的運動員都會說 比賽的時候不是最難受 是等比賽的時候最難受 你每晚都在等第二天比賽 真的很難去渡過 是呀, 還有精神壓力很大 哇, 繼續來 好厲害 已經連續四隻了 剛才是否楊太凡是四隻還是五隻 五隻, 開始已經是五隻 五隻, 接著是七隻, 保重 其實現在的分數都平了 是呀 它有四隻, 但它還有兩個傳中 其實加上一隻是五隻 大家有七隻 那廖建梁呢, 在這場的巡迴賽裡面 就是…持住是最高分, 二百五十九 五十九, 但現在楊太煩, 幹甚麼 怎麼回事 為甚麼 完全進不來 突然之間, 球打開了 但是其實它在這條球道 剛才我們不是看到的 打每一個球都是炒的 我們叫其實是薄位炒 但是我很明白就是已經薄了 如果你調校是不是應該調校深一點 但是這個球真的還加薄 連一個一號瓶也碰不到 沒有了, 這樣走 就算了 是呀, 保重之後, 打六支, 然後斷了 繼續看藍子組的決賽 剛剛出現了一個變化 南韓這位韓國球手楊泰范 剛好斷了一格 會不會成為這場球勝負關鍵呢? 其實真的在這麼後才斷 就算你打一串的傳眾 也是很難補回 你說有經驗就有經驗吧? 是呀 斷完之後就打了傳眾 沒有受之前那球的影響 不過他打完之後也知道 傳眾還要看別人 是呀, 因為你斷了一格 其實你就要補回的分 我們經常都說 你斷了一格就要兩隻傳眾才補到 尤其是他剛才還要虧了 是呀 在補中之後打到六支 現在看看要見良了 他剛才已經好像四隻了 好有決心 所以我就是說 你高手一打, 你真的不能斷 你一斷就給人家一個機會 是呀, 現在就是分分鐘 總是我一個出錯就成為勝負關鍵 是呀, 就是一格就真是可以成勝負關鍵 就不像剛才女子決賽 你錯完, 我又錯, 我又錯 又給我機會 是呀, 大家… 你又給我機會 最慘的是現在來到只得三球球 你給機會也沒什麼位置上 是呀, 就是打保齡就是這樣 所以我有時候也教我的球員 你要斷的話, 你就在前面 你在後面斷就真的沒得救了 這個球我以為他有 如果有了就差不多完了 有了就已經沒得打了 現在你會不會補足誤導呢 不過以廖建良最近打球的氣勢來說 真是…他很少說失敗這些瓶 好啊 都一額漢了 是呀 這球球拿得很愛的 我發現球迷也有點緊張 我把紙在這裡震動 那些東西是小徒弟 是呀 現在全場正得很重要 你有沒有發現你知道正話那場 準決賽已經是這樣的 是呀 九個子 這樣你就給廖建良機會 如果他去打光三隻 那就慘了 就是輸就輸, 正說六隻三隻 是呀 現在你什麼都沒得做了 你現在就坐下來, 希望你的對手 不要太黏了 其實二包四十一 但你真的會蝕水 六隻三隻那裡真的會蝕 是呀 廖建良 看看會不會剛才楊貝利 自己其實打光都可以 然後就出錯 不過我想… 對著手就坐在那裡了 我想廖建良應該不同 她的經驗… 不同, 那真是一個新人 是呀 而且在這局中她的表現也很穩定 是一個差錯, 就是七支的那個 原來一直都沒事了 其實她只需要保重也已經成功了 這個球… 製造一些緊張氣氛出來 這個真是她幸運, 你是那支十號瓶 碰不到就是一個分瓶, 怎麼搞的 現在就像剛才女子一樣 是呀 她一定要保重 那邊一樣太快都不敢看 是呀 保重了 保重, 剛才楊貝凡是二百四十一 是 七支和, 八支贏 是, 最少打了七支 如果打了七支, 我們就可以再看 第九、第十格重打 那她暫時來說, 這一局最少那一球 都能打到七支 希望吧, 不像楊貝凡剛才這樣 她打了六支 一路楊貝凡都沒看過廖健良打的 我做她也不敢看 她一路都沒看過打這一格 很漂亮 打完, 這樣就贏了三支 真是高手過招 二百四十四 真是… 真可憐, 如果六支撿到 她也還贏了她 是呀, 現在楊貝凡二百四十一 三支平 其實廖健良很幸運 她在優秀賽的時候 是四支平贏了胡兆康 是, 兩個冠軍都拿得很敏 這一場真是很高水平的決賽 一個出錯就真是一指錯了 不過就算輸, 也輸得划算了 對方打得這麼好 廖健良就在你手上接過冠軍獎座了 又蓬太太翻獎給廖健良 拿到五箭美元的冠軍獎金 再拿75分的巡迴賽排名分 同時也挺開心的 是, 雙鳥冠軍在印尼 很難得的一項榮譽雙鳥冠軍 打了一個多星期的比賽 其實這次這個站 剛好是女子冠軍和男子冠軍 都是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來說是第一次的 在八年裡打這麼多站 也很少說男女子同樣在他們那裡推出 兩個冠軍都贏得很敏很敏 恭喜廖健良成為這次 印尼站的男子組冠軍 馬上就拿慶娥出賣來 很威威, 馬來西亞隊這次真是威得盡